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即自然 运动刚强觐见 相应于此君子处世 也应像天一样发奋向上 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一点奋进的心态 不是一定要活出个样来 但却一定要活得热气腾腾 少年易老 难学成 一寸光阴不可清 人生百年弹指而过 若是不努力一把 老了就剩下后悔了 荷宝之墓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分辛劳 一分收获 世界很公平 想要有所成就 就得付出足够的努力 循序渐进 终究可以抵达终点 人不自救 天难诱 人生总有波折 遇到困境 如果失去了希望 放弃自救 那么谁也救不了它 你若不勇敢 谁替你坚强 二 指 周一 抗龙有悔 一条成云升高的龙 他升到了最高抗 最极端的地方 再无上进的位置 这时候就要开始思考退路 否则就要遭到祸患 人生要有向上的勇气 却也要有指的心态和智慧 千千君子 卑意自目 真正有智慧的人 反而有些卑微 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从不止高气昂 周国平曾说 那些有一点自卑的人反而能走得更远 因为他们懂得止 在心态上 他们永远不会自满 在生活中 他们永远谦逊低调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就是这个道理 止 也是一种智慧 范黎驻勾建复国 事了服依去 曾国藩评定太平天国 主动裁撤乡军 二人功高震主 却都得以善终 吉流勇退是大智慧 更是大魄力 古人说 君子藏起于身 待时而动 要根据时机变化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 人生有进也要有退 退一步并不是失去所有 而是获得新生 三 正 周易 底 君子以正位宁命 正位宁命 指摆正位置 凝聚力量 以完成自身使命 无论是上还是指 都要上面加一横 这就是正 这一横式约束 是底线 是生而为人 就不能突破的良知 中国人常讲 慎读 是说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也要坚守内心 不做违背良知的事情 这样才能做到坦坦荡荡 问心无愧 孟子说 不略而知 良知也 人的良知 人的底线 其实是自然而然存在人心中的 但是因为欲望遮蔽 很多人才会遗失掉 换句话来说 能知足就能守正 钱挣的再多又怎么样 能带走吗 去山西旅游 那些富里堂皇的百年大宅 主人早已无处可寻 如今拿钥匙的全是不相干的人 想要的不要太多 清茶淡饭 内心安宁就是最大的财富 亦是失忆遭遇不公 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事 不然只会遗憾终身 锦衣华福内心却惶惶不安 这样的人生就算得到也不会幸福 一个人如果可以对生活抱有希望和热情 朝气蓬勃地活着 不气馁 不颓废 那么这一生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上 在实际的变化中 能够知进退 能舍得 谦逊低调 不会遭受祸患 这是指 无论何种境遇 都不曾动摇底线 活得万兴无愧 坦坦荡荡 这是正 能进 能退 能守 能做到这三点 人生又有什么祸患可言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您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